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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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之所以開始關心這個議題 是因為我被我自己嚇到 我以為我到的時候是說 就是我們家村門 某一天好 我的天啊 那個那是王子飯店 為什麼吼不見 那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想說那我們應該查查看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94年到101年 這是我們嘉義市的這個年平均值 從47.2秒到30千都有 所以這個當然是 我想這是自動的 這個是一個自動的檢測的年平均值 那事實上不管是打擊者 我想這個分數呢 還是其實 還是蠻高的 那我剛才前醫師他們也是提到說 這個是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對於PM2.5 他在35 這個Metal Ground 這樣子濃度 是要對人體的這個 違反 那我們可以看到嘉義市呢 過去這段時間 這七年來都是大概40級 所以呢大概也都是 我看都是在第二級 到第三級這樣子 一個程度 他說左邊是100 右邊是30 很抱歉 各位都不對 謝謝 左邊這張是49 右邊這張是77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都是從國家看出去 同一個角度 同樣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些數據 跟這個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 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所以到底民眾要怎麼樣知道 到底目前的PM2.5是多少 例如說嘉義這個是 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這是好心人做的網頁 但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是127 可是我們民眾 他怎麼會知道呢 他如果看到這一張 他可能也不曉得 現在是77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民眾是要怎樣看天空嗎 還是上網 還是下載那個環保署的APP 我有去下載 可是都是 但是就是很難用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出現了幾個問題 專家的知識跟場面的知識是有差 這個就好像我們做這個民眾照顧 我的專業是民眾照顧 他說一堆喔 他希望的是這樣 子孫在床上照顧 讓他好好照顧 但是他不知道到後來還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 我們 我們自己想 想的是你跟專家 他是不是一樣的 一樣的這個看待 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幫我們嘉義士整理一下 我們有一個知識的落草 還有數位落草的相比 那這個也是有一個知識落草 你看 因為這個新聞 雖然是我們這個環保團體的網站 可是呢 他這個圖也放不對 他也是放是PSI的 根本不是PM2.5分鐘 所以這個知識落差 其實不是只有一般人 即使是關心環境的人 他可能想了很久 我幫你們想到答案 那我想我們公共衛生呢 不是競賽公共 我們要分層次 我們個人的層次呢 就是我們注意之外 我們避免外出 然後呢 我們用 我們家裡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準備空氣性進去 那如果真的很高的時候 超過80的時候 要帶很久 你知道嗎 那中 中央的層次 因為現在立法院被占了 就不用講了 那 當然我們知道很多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境外移入 這可能需要跟對岸做一些 這個我用很淺的字 表示說 我覺得很有困難 那我想我們今天在地 我們就是要注意我們地方的層次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 來跟我們在地的一些電視 電視 視頻還是什麼 來請他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電視做個跑忙的 大家看報表方法 也是要看這邊 都不用多少 今天是去還是去 這個公開的這個意境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場所 讓大家知道 還是說我們 例如說嘉義之音 這些地方的電台 如果比較高的車 也請我們這個傳報局 通知他們一下 好 我們電台的時候 大家講一下 稍微看 30秒也可以 讓大家知道 我就突然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在澳洲那個 六七年時間 在那邊 看人家怎麼在做跑忙 我覺得是 蠻感慨的 他們 我從歷史上 我研究一下他們的意思 他們到1991年開始 19 2001年 這四年中間 他們一直 每年其實都提出一個 所有的 環島空氣貿易 這個政策 但是我們可以從 澳洲政府上去走 他們那個叫做 環保與資產 不 他們 他們稱心這樣高 他們有一個 未婚的小組在那 然後 他們因為這個 碳排放要抽稅 所以很多產業都沒有辦法 在澳洲生存 變成說 它會造成大量的這種 所謂的 因為他們澳洲已經是一個 已開發國家 所以像台灣的石化工業 在澳洲幾乎找不到 他們都移到 2001年 應該不是說 應該是 1999 1999年之前 全部都移到大陸去 東南兩國家 他們最靠近東南兩地區 他們都移過去了 所以他們留下來 就是高科技的組裝業 但他們這個 我就直接想說 為什麼澳洲這個國家 他們對他們的這個 空氣品質 非常的重視 從澳洲網站站可以看到 他們是連結到健康這個領域上去 健康跟空氣污染是正相關的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啊 所以看排放稅 我抽了一個稅之後 部分是轉到 醫學的研究上面 他們是非常有 有理想化的 我抽你這個稅 因為你污染太多了 抽了一個稅 那醫療研究 各種研究的事情 可以補充這個稅 下去 下去做個分配 再來 為了防止太多的污染 他們公共建設 像摸本 我覺得他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說 你看不到公車啊 全部都是路上輕軌電車 如果有機會去摸本 可以看看 學習人家他們的 為什麼環保會做得那麼好 第一個 重工業 重污染 連機車都沒有 他們的電車 就輕軌電車 可以從 如果從嘉義思維中心的話 是可以擴到嘉義縣 是不一定先那麼廣 那分成 Rone One、Rone Two 兩個區域 那票價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可以坐很遠 所以 省掉了很多些空污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澳洲是個典範 他們這時候有力 是因為政策都在做 又不是有 我們小小的公民問題 在那邊 在那邊呼籲說怎麼樣 那再去像這個醫師說到 我們的資訊落差太大 澳洲對這種環保 是落實在大學教育裡面 像我在那邊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我們以前讀什麼 公共政策 公共關係什麼的 誰去影響到所謂的環保政策 他們有環保政策這門課 而且每個人都要去上課就修 他們連他們的Scountry School 就是所謂的國高中這個階段 也是推廣很深 所以我覺得是他們商店帶頭說 下面也願意從教育來鎖守 就在造成現在的所謂的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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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